欢迎收听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最近咱们节目说了很多新案子 今天给大伙来说一桩年代比较久远的案件 1994年9月 有群众到加木斯市建国路派出所报案 说在松花江东段岸边的草丛里 发现两包用塑料袋装着的人体大腿 几乎是同时 郊区分局永洪分局陆续接到了群众报案 发现了被肢解的人体部位 经过把头部和肢干进行整合 看出来是一男一女 两个成年人和一个小孩 由于不知道第一案发现场是在哪 凶手又是分段抛尸 给侦察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这起案件的侦破 一时半会儿的也就搁浅下来了 转眼将近一年 1995年6月 位于加木斯市南侧的农岩所稻田水沟里边 和加西三河大桥附近 又相继发现了用塑料袋装着的肢解之后的尸体 这一下子整个加木斯都震动了 一时间传闻四起说什么的都有 当时的公安局长吴济学坐不住了 他拍着桌子对刑警队下令 一个月查清死者身份 两个月拿出凶手线索 三个月破案 经过对新发现的肢体进行拼装整合 不过是一具没有头 左胸等重要部位的三分之二具尸体 除了能够确切知道是男性之外 其他的信息 一概不知 这具残缺的尸体啊 被摆上了公安局的椭圆的长桌 被紧急调来的各分局 有大案经验的刑警和法医 围桌而坐 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从指甲发黄 判断出来死者抽烟 死者的脊椎呢 稍微有点弯曲 臀部很发达 根据这个推断 很可能是做办公室的 从脚指甲到下身 推断年龄 应该是在32岁到35岁之间 身高为1米78至1米80 所有这些输入电脑之后 一个人体画像就产生了 事后证明 这些判断基本正确 可是这幅画像啊 只是人体后视图的背影 翻过来的面部情况仍然是空白的 毕竟不能推断出来 它长什么样子 刑警们 就是用这些有限的信息 巧妙的展开侦查 第二天 加木斯市电视台播出一条滚动字幕广告 说一男子被车撞伤正在医院抢救 身高1米8左右 身材魁梧 左手腕有伤疤 知情者请拨打电话告知 必有重谢 这条广告呢 惊动了一位姓董的老人 他的儿子董大庆 已经好几天没来看过他了 网家和单位打电话都没人接 于是老董呢 就拨打了广告上的电话 董大庆 十年三十三岁 是侍某政法单位的干警 离婚之后啊 独自一个人生活 董大庆的父亲说 最后一次见他是五月下旬 听说呢 最近有了对象 姓任 不过呢 没见过面 家人说手腕上的伤疤 是打架的时候 被酒瓶子划的 专案组的侦察员 开车来到了董大庆的住所 邻居们也说 哎呦 有好些日子 没见着董大庆的 最后一次见面 是六月一号儿童节的晚上 他和女朋友一起回来的 只听见过大庆跟他叫秀娥 人长得很漂亮 不比头一个媳妇差 在征得董大庆父亲的同意之后 刑警撬开门锁 警屋一看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屋子里面呢 一片狼藉 厨房 客厅 到处都是建在墙上 建在东西上的血迹 还有少许的骨扎和肉末 经过提取血迹化验 血型统一 与董大庆的血型相吻合 死者呀 就是董大庆 那么这时候 看来找到董大庆的女朋友 任秀娥 就是破案的 关键了 侦察员们经过千辛万苦的调查 掌握了一条重要信息 董大庆和对象任秀娥 很可能是在婚姻介绍所里边认识的 于是 全市将近两百家 有婚姻介绍业务的信息部门 统统的被过了一遍筛子 最后啊 在一家叫唯美的信息中心登记本上 找到了董大庆和任秀娥的名字 根据董大庆的邻居 和这个唯美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的描述 公安局技术科 很快就画出了任秀娥的画像 在东风区 一位从画川来加木斯串门的老太太 看着画像脱口而出 这不是阿门村老马家的三丫头吗 至此这个如妖四湖般的神秘女郎 终于露出了尾巴 所说的这个任秀娥呀 其实本名呢 叫马彦宏 十年二十八岁 是画川县的农民 一九九三年离婚之后 一个人生活 据马家老两口说 离婚后的马彦宏 一直在加木斯 租房自己一个人过日子 已经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没跟父母见过面了 通过走访马彦宏的同学和村民 大伙都说 这姑娘啊 挺好的 挺和气 见谁都笑 只是呢 轻浮一些 心眼也多 马说话呢 没个准话 三管旗下的第三路人马 则蹲守在各金融单位 因为 根据董大庆的父亲说 董大庆 有张两万元的存折 现在不翼而飞 侦察员们相信 这个贪婪的魔女 为了谋财 已经挥起屠刀 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是不会轻易放弃 就要吃到嘴的肥肉的 经过半个多月的手出带兔 终于在一个傍晚银行 就要下班的时候 把钱来取款的马彦宏 就拿下了 马彦宏在华川县的村子里边啊 也算是家喻户晓 不单单因为人长得漂亮 更在于 他放浪不羁的风流本性 和丈夫离婚之后 整理行装来到了加木斯 原本呢 想做点买卖 轻轻松松的 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商场竞争多残酷啊 本身呢 又不具备商业素养 还没上阵呢 就败下阵来了 坐吃山空 出门带的钱 很快也就花光了 于是 他打起了房东的主意 房东姓徐 叫徐学礼 妻子呢 体贴温柔 孩子懂事听话 三口之家 非常的幸福 没想到 马彦宏的出现 给他们带来了 灭顶之灾 马彦宏呢 没用本名 说自己叫王岚 和丈夫一起做生意 挣了大钱 但是丈夫 却和打工的 女服务员 勾搭上了 最后带着儿子 和全部家当 与那女的过上了 没办法 我呢 就只好到一家 个体富时商店 站柜台 这不就近 来租您家的房子吗 徐学礼夫妇一听 哎 这姑娘 年纪轻轻怪可怜的 本来呢 房子的月租金 是一百块钱 这样五十块钱 就租给他了 可是好心哪 没有好报 又一个农夫雨舌的故事发生了 一天晚上 一脸欠疚的马彦宏 对徐学礼说 徐哥 真不好意思 商店老板 卖出近货 没回来 工资一直没发 这个月的房租啊 得往后拖了 我现在连吃饭钱 都没有了 说着 还掉了几滴眼泪 样子还满 让人恋爱的 徐学礼赶紧安慰他 并且拿出两百块钱 说你先花着 可是两百块钱 并没有 让马彦宏心花怒放 这还不够他十多天的开销呢 但他还是装出万分感激的样子 一个劲的 说着感谢的话 徐学礼掏钱的时候 马彦宏看得真真切切 是从一叠崭新的百元大钞之中 抽出来的两张 那叠子钱 少说也得有五千块 他的心呢 怦然一动 徐学礼还告诉他 明天呢 我跟老婆孩子 就得乘坐中午的车 去省城访亲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回来 你呢 留心点啊 看着点家 望着点门 马彦宏就琢磨着 他兜里这么多的钞票 我怎么才能把他给弄过来呢 徐学礼跟他说着话 他心里呢 惦记着徐学礼的钱 也就在那儿 心不在焉的硬喝着 行了行了 知道了 晚上 躺在床上 一个恶毒的计划 酷酿成熟了 我上一期节目上传之后啊 我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啊 说这个案子之前讲过 我听过 在这儿呢 得跟大伙说一句啊 真冤枉 因为说一些老案子呀 很多这种说案的节目 内容都差不多啊 所以可能大家呢 在其他主播那儿听过这个案子 但是在咱这儿 在咱大案纪实里边 这真是头一回说啊 行了 闲话不多说 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了 这个马彦宏啊 看到徐学礼掏钱的时候 有一叠崭新的钞票 少说也得五千块钱 到晚上 躺在床上 一个恶毒的计划 酝酿成熟了 第二天 也就是八月二十六号 因为要乘坐火车 所以徐家三个人呢 起得比较晚 吃饭的时候啊 过来礼貌性的 让了一下马彦宏 这正中他的下怀 他说了 哥哥嫂子要出远门 我应该为你们送行 于是出门呢 买回来两瓶啤酒 并且再从小卖店 到徐家的路上 把早已经预备好的 安眠药粉末 放进了酒里边 马彦宏殷勤的 让酒让菜 一直在那儿啊 说着掏心窝子的送别话 徐家三口 很快就被药迷晕了 他从徐学礼口袋里边 搜出了全部现金 又一不做二不休 拿过菜刀 把这三个人 就全都杀害了 眼瞅着这三具尸体 认为这么放着目标 也太大了 干脆化整为零 就把他们肢解了 于是在地上 铺上浓用薄膜 开始了刨钉解牛 然后骑着自行车啊 在夜色的掩护之下 把尸体抛向了稻田 水沟 桥下 等各个地方 这件大事干完了 他又在市区 租了一间条件 更好的房子 单身女人 很引人注意 再说了 风流本性 也让他离不了男人 于是 他来到了唯美信息部征婚 登记的时候 用的是任秀娥的名字 离婚理由呢 也变了 之前说的是 爆发户的丈夫 把他自己给抛弃了 现在变成了 封建思想严重的婆家 嫌他不声誉 而扫地出门了 说的信息部里的姐妹们 个个是同仇敌开 发誓要给他找个像样的 董大庆身高差不多一米八 加上正法干警的工作 使他越发显得英俊魁梧 马彦宏会煽情啊 这么多年的情场奔波 使他积累了丰富的 风花雪月的经验 相识不长时间 马彦宏就退了住房 搬进了董大庆的房子里 并且不失时机的 向董大庆说着前夫如何能挣钱 挣钱呢 是男人能力的象征 他以此来试探和激将董大庆 毫无戒心的董大庆 拿出苦心积攒的两万元存折 让他看 并且对他许诺 说这钱呢 留着咱们俩人以后办事用 可董大庆哪知道啊 这张存折就像通往地狱的门票 已经被马彦宏偷偷的打上了日期 1995年6月2号 两个人一番温存之后 马彦宏说了 老公 你辛苦了 我呀下厨炒两个菜 来慰劳慰劳你 并且呢 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三罐啤酒 董大庆这心里边还很感动 你看我这女朋友 对我多好啊 人长得漂亮不说 又温柔又体贴 善解人意的 拿过这酒来 一饮而尽 当然了 还是那个手法 这酒里边啊 早就有了安眠药的粉末 把董大庆迷婚之后 他翻出存折 正要对董大庆下手的时候 这时候有人敲门 董大庆的同事来找他了 马彦宏演戏似的 让客人进屋了 又倒茶又递烟 哎呀 你看我家小董喝多了 真不好意思 同事一看 董大庆喝多了 人家小夫妻俩在这儿呢 自己啊 也甭自讨没趣了 没待多大一会儿 也就走了 意外出现的造访者 并没有打消 马彦宏的杀机 他又一次 操起了菜刀 这一次是轻车熟路 之前肢解过三个人了 这回有经验了 肢解过程呢 并没有发出很大的声音 邻居也没有任何察觉 后来马彦宏 在记者采访的时候还说过 杀董大庆 他也不是没犹豫 董大庆样样都好 自己的底儿早晚得露出来 到时候 董大庆还能瞧得起我吗 再说了 他还是警察呀 在预审室里边 马彦宏经不住铁的证据 和严厉的质问 在各种搪塞 都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之下 只好承认了 董大庆并不是之前所说的 喝酒过两亿外死亡 而是被他分尸了 马彦宏说了 存折是他以前就答应给我的 由于董大庆案件 与1994年826碎尸案的手法 有极其相似之处 早在侦察阶段 市局领导就指示过 病案处理 如今嫌疑人就在面前 当然得问个明白 马彦宏啊 自知无法回避了 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那份伤心劲 倒像他是被害人似的 哭够了以后 他感叹着说 人只能死一回 杀一个是死 两个也是死 我干脆说了吧 根据他的交代 公安人员开车在市郊 挖出被他埋在地下的几具尸体的头部 市中级人民检察院 很快向法院提起公诉 要求严惩马彦宏 这也是人心所向 市有关领导也批示 要从重从快处理 事已至此 马彦宏共认不讳 人证物证齐全 本来啊 应该以一声清脆的枪响了结此案 但是在公开审理阶段出现的情况 确实此案有一波三折 马彦宏得以苟活将近三年的时间 第一次开庭公开审理的时候 在预审阶段 供认不讳的马彦宏 却突然当庭翻供 说我冤枉 说以前我所说的 都是他们逼的 引诱我说的 这种垂死者的无赖表现 并没有令法官们十分意外 因为很多死刑犯 都是这样 马彦宏的辩护律师说了 大家想想 马彦宏一介弱女子 怎么能够单独杀了 受过专门训练的壮男呢 又怎么能够以一对三 灭了徐学李一家三口呢 这里面是否有第三者参与呢 法庭当场拿出 马彦宏先行下毒要人 而后动手杀人随时的证据 马彦宏的律师也早有准备 说根据马彦宏交代 和对两岸现场残留酒夜的 化验结果证实 马彦宏所投药的剂量 只能使正常成年人 产生困乏欲睡的感觉而已 最多是似睡非睡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之下 马彦宏下手的取胜率 是极其低的 就是取胜了 也应该有搏斗撕打的过程 但是案发现场的探查记录 却没有记载 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 马彦宏背后还有同谋 马彦宏的所作所为 当然是令人发指 理应严惩 但是在疑点没有澄清 事情真相尚不明了的情况之下 仓促判决 一是影响量刑公正和准确 二是造成更大的凶手逍遥法外 这时候马彦宏的表现 绝对称得上是一流的公关大师 法庭上他 就是否有第三者参与此案 做正面回答的时候 他的回答总是在 有与没有之间徘徊着 他说了 一人做事一人当吧 自己干的事 事到如今了 还要别人干啥呢 法官和公诉人 以及旁听者都清楚 他这是托词 说没有 对他显然不利 说有 又拿不出具体人名和证据 因为这第三个人 本来就是子虚乌有 法庭歇停之后 让公诉方 找出马彦宏独立作案的确凿证据 也让被告拿出假想的其他参与者的证据 第二次开庭 风云突变 马彦宏突如其来的交代了他的帮凶 说一直躲在幕后的是王某 这个王某当时在华南县有一桩命案 正负罪潜逃 公安机关已经发了通缉令捉拿 王某犯案的时候 马彦宏正在狱中 这让人匪夷所思 又令人不得不信 马彦宏呢 就把与王某如何相识 如何共处 如何密谋杀人 钱财分配等各个细节 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 在案件重要当事人没有拘捕之前 不宜结案 马彦宏又暂时逃过疑难 时至1998年年底 加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三次开庭 公开审理马彦宏一案 此前人民检察院起诉科 经过大量调查取证 证明马彦宏所言 与王某相识是虚拟的 是假的 他没有办法提供 王某相貌上的明显特征 他作案的时候 王某不在加木斯 与王某相识相处阶段 也都找不出来第三个人证明 法庭根据以上的这些理由 排除干扰 终于判处了马彦宏的死刑 行刑前夜 有媒体记者 在狱中最后一次见着他 问他连杀四个 带他不薄的无辜者 是否后悔 他苦笑了一下 没有回答 问他才过尔历之年 便要离开这个世界 有没有什么留恋的时候 他哭了 这一次 不是伪装 不是粉饰 只能说人之将死 其泪也真吧 他说呀 他很想再看看 他的两个孩子 加木斯连环女杀手 马彦宏案 就为您讲述完了 更多精彩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启炼咖啡